那么相信四五年级生对黑胶唱片一定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在南投的鹿骨香就有一位黑胶达人 他收藏了具有100年历史的第一代随身厅 他还自己研发了一台独一无二的胶片清洗机 就是为了保存15000张的黑胶唱片 Sunday Monday Tuesday 是的 你没听错 黑胶唱片理念的正式KK音标 还有台语发音的教学 黑胶唱片是我们的汉文的音标 汉文四十五年音乐特发欧靖庭 这台黑胶播放器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是第一代随身厅的始祖 当时拥有这台随身厅可是很拉风的 第一代随身厅 第一代随身厅 这台是第二代 以前一百年前的随身厅 到现在还可以在用 到现在的唱法他还可以停 所以这也是国宝之一 有几两到十六年了 里头放的KK音标唱盘 以及汉语教学片 还有这些音乐磁带卷 都已经超过五十岁了 社长家开玩笑的说 早期要学英文真的不容易 光学个音标就要花这么多钱买设备 难怪自己的英文会这么烂 早期人家学英文真的不简单 一定会有这张唱片都知道 老师也不懂 要保存这些珍贵的绝版品可不容易 尤其是这一张全台唯一的台语教学片 刘崇璃小心翼翼的擦拭清洁 原来黑胶上面不怕水就怕太阳晒 像这一张没保存好 从黑色晒到变成橘色了 这个东西它最怕的就是晒太阳 因为它会变血 像这一张唱片它以前是黑色的 因为它这个紫外线 碰到紫外线以后它就变成黑色 要听或是要收藏之前 刘崇璃会先将胶片 放在这台唱盘清洁机里洗一遍 这台具有吸尘功能的机器 可是刘崇璃自己为黑胶唱片量身定做的 这个唱片它会产生静电 我们要把静电切除 设计了这个图的概念 概念因为我们是水工艺设计的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不是很困难的东西 这张片很脏 所以这个要清洗 清洗的时候就是把它放在 最来机器的上面 用方便 先用稀释过的清洁剂 淋湿唱片 再用软毛刷 轻轻的顺着唱片刷一圈 最后再打开吸水开关 将水吸干后就大功告成了 从15岁就开始对黑胶唱片有兴趣 到现在一转眼也将近50年了 手边的胶片超过15000张 播放的设备零零种种加起来也有15台 学机械的刘崇璃说 他会运用锁藏 将这些绝版的无价之宝继续传承下去 明日新闻赖佩军南投报导 这条一条 我先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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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到达了